大家好,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魔幻武侠片《全怕3》 大家没有听错啊 《全怕》这一系列来到第三部 已经从单纯的动作片变成了神奇的魔幻片了 非常厉害 咱们赶紧看一看吧 故事承接上一部 功夫小子提安被国王苏邪恶抓住了 犯上作乱者严惩不待 棍刑处决 也就是乱棍打死 行刑者对着提安一顿群肉 提安手脚被绑只能挨打 在苏邪恶的眼神嘲讽之下 提安小宇宙爆发奋起反抗 反过来把行刑者论揍 但是人家毕竟人多失重 提安分身法术 抽冷子被一棍打晕 苏邪恶可能是觉得挺好玩的 这个处决的事就先放在一边 画面一转来到牢房 提安被绑 处以重刑 刀枪棍棒 铁锤木桩 全都往身上招呼 他身上的206块骨头 全都被干洗碎 把他给干出幻觉来了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义父还有婴子 画面又一转 来到一个练功的人 他名叫丹楚鹏 修炼的魔功叫大黑暗天 身上泛起滚滚黑暗 从他登场开始就昭示 本片进入魔幻诗篇 画面又一转 来到孤家寡人苏邪恶 他开始做噩梦 梦见被自己堵死的疯王 梦见头上流红糖 梦见崩塌的殿堂 猛然惊醒脸上下焦黄 呼听窗外声音嘈杂 原来是海贼岛上的人来救提安 他们武功高强各有绝技 把宫里的护卫打得不能近身 天就绑在那里 眼看着就要得手 突然丹楚鹏杀到场中 海贼岛上的众人 没有一将之合 全都一招毙命 可怜了这些铁骨睁睁的汉子 命丧黄泉呢 高手 果然是高手 苏邪恶开始啪啪啪鼓掌 不如你归顺 本王如何 不要忘费口舌 你能给的东西 我不喜悍 丹楚鹏直接拒绝 你现在经常做噩梦吧 只有我能解除你的噩梦 倒不如你跟着我 苏邪恶被说的哑口无言 他虽然是国王 但是面对某些能人意识 也毫无办法呀 只能把气出到提安身上 明日问斩 第二天正午 这是苏邪恶第二次要处约提安 他看到时辰已到 让筷子手行刑 筷子手哭啪啪地跳舞 准备动手 当他挥刀准备砍头的时候 只听远处马蹄声响起 刀下留人 一记孤沉飞入场中 往后一指 犯人有我 带回复命 我什么的发 这是怎么回事 国王在这亲自督战 王后的圣旨 就能把犯人带走 泰国到底是什么制度 有点太神奇了 更神奇的是 国王苏邪恶居然一句话没说 让人把提安带走了 他看着王后的一指 陷入懵逼状态 不明白这是咋回事 王后带走我的犯人要干啥呀 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旁边的大臣赶紧解释 这恐怕是叛军的阴谋 他们假冒的王后啊 老铁啊 你知道这事咋不早说呢 画面一转来到一个民间医馆 就走提安的人果然是民间议事 跟王后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些议事是从哪来的 电影里根本没有交代 反正就是出来这么一群雷锋要救人 他们刚把提安放到这里 就杀出一群蒙面杀手 两伙人叮当的打在一起 这群杀手咱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反正就是要杀人 杀手和意识同归于尽 一个人也没剩下 没有人给咱们解释一下 这是咋回事 只留下了鹰子和陷入昏迷的提安 没错 鹰子就在现场 接下来就得研究怎么拯救提安了 毕竟他身上的206块骨头粉碎性骨折 最上等的蒸人肉 讲究肥而不腻 受而不柴 在肉人身上 撒好花椒 大料 小海鸣 小咸鱼 保证营养 再撒上点料酒 厨房的大师傅 用尽各种方法 他都不好吃 不对劲 是醒不过来 最后只好用出绝招 给提安做一尊金身佛像 以他的模样做佛 用众人的愿力加持 让他脱离苦海 肉身成圣 这招果然好使了 提安醒了 这毕竟是魔幻品啊 大家不要当真 小朋友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提安虽然醒了 但是接受不了自己 我是一个残疾人 武功全废 活着有什么意义 虽然有英姿的细心呵护 但还是难受 闹心崩溃 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要跳牙自杀 身后突然出现厨房大师傅 给他一顿心理疏导 人一定要向前看 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 黑暗过后就是光明 你跟一个残疾人 说这些鸡汤有啥用啊 他现在走道都飞进 哪来的光明 用什么光明啊 你还真别说 还真有用 提安一下就顿悟了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把胳膊 大腿 爪子 脚丫子 一顿摆 然后就好了 身体彻底恢复 鸡汤虽然是挺正能量的 但是这也太生硬了 白车白车就好了 跟泰国电影人 也没办法讲理 人家说好了就好了吧 然后提安 开始跟英子 逆呼在一起 学习他的武技 生活 简直不要太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尼家肯定是看过太极张三峰啊 而且看了不止一遍两遍 武功至高的提安 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 那就只能跟李连杰一样了 悟道了 于是乎他在和小姑娘的跳舞中 领悟了一种类似太极 类似舞蹈的功夫 大家要明白啊 使用别人的武功 最多只能是高手 如果自创一门功夫 那就叫宗师了 此时的提安是真正的厉害起来了 咱们再说国王这里 整天五名三道的 总陷入幻觉 只好来找丹楚鹏 看他有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哪知道丹楚鹏 直接杀了苏邪恶 要自己当国王 这剧情咋就跟闹着玩似的呢 谁武功高 谁就当国王啊 这个设定是从哪来的啊 现在苏邪恶已死 提安不需要报仇了 还怎么继续编 我看你怎么编 他还真能编 他直接让帮助提安的村民们都死了 被官兵杀死了 鹰子被抓走了 提安想救鹰子 就得跟丹楚鹏决战 那个托尼家 咱们拍个电影用整的这么惨吗 你说你开局一家老小全死 完了干爹也死 现在海贼岛上的海贼也死 连普通村民也死 你这个人物背景需要整的这么惨吗 我的天 我是在看中国比惨王吗 咱们闲话少说 泰国老百姓在丹楚鹏的统治下 水深火热 像鹰子这么漂亮的姑娘 他们居然用来拉大石头 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时候就需要救世主来拯救黎明百姓 此人正是提安 我一直在等你 把他拉上来 鹰子被吓到丹楚鹏身边 只见他用一把小刀把鹰子咳喉 得鹰子也死了 提安怒目元征彻底暴走 和护卫团厮杀到一起 把护卫们打地落花流水 然后丹楚鹏标出长矛 正中提安心脏 提安死亡 当当当当当 这次大回事啊 所谓过去佛 现世佛 未来佛 事称三世佛 提安肉身成圣 修称安北佛 已然拥有未来佛的种种神通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被他看在眼里 这一切将不再发生 这块是我瞎乐乐的啊 剧情就是忽然回到重前 没交代是咋回事 咔嚓 天空一道惊雷 劈中丹楚鹏 破了他的大黑暗天 然后提安用自创的神功 将他击败 也就是说 没有那道雷的话 他还不一定能打赢丹楚鹏呢 影片的最后 提安和英子 过上了没秀没少的幸福生活 本片完 这个片呢 确实有点魔幻 全霸走到这一步难免稀烂 各种转场 东拼西兽 情感羁绊 佛教升华 瞬间误道 各种混乱 还好有牛叔在这解说 勉强能看 各位看官赶紧啪啪啪鼓掌 收藏分享评论 一手包办 你买不了吃亏 也买不了上当 赶紧走起来 本来这期视频文案已经结稿 突然被人微波爱他 打开一看了 瞬间感动 这是一幅粉丝 给牛叔手绘的Q版造型 参照百人之恋那一期的出镜 有帅气的我有呆呆 还有海昏山 真正让我动容的是 里面的一些话语 嘴梦的路上难免风霜雪雨 感谢牛叔备好的一碗碗牛糖 让我坚持不懈的走下去 其实牛叔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Follow Heart 我的理智正在泯灭 被我自己一带这来摧毁 我不想再去做一个 特别冷静 特别理智的人 现在的我很容易 就被别人的一句话感动 也愿意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人 其实大家的每一次评论 我都有看 有碰击讽刺我的 也有感动我的 这是内心撕裂与融化的过程 也是我内心茁壮成长的过程 其实残酷的 真实世界系列第三期 早就应该动笔 但是第二期的点击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让我自己产生了迟疑 是我的思想深度不够 还是怎样 难免怀疑自己 算了 不想了 批评和讽刺 永远都等在那里 文学的制高点 道德制高点 理智的制高点 思想的制高点 有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到 但总要做点什么不是吗 下一期视频 残酷的真实系列第三课 题目还没有想好